高端做了三期了吗 我也不真的想把台湾人民当做白老鼠吗 蓝营立委炮轰 不要把台湾人当白老鼠 因为26.5万剂高端疫苗 完成检验封间 引发争议之外 指挥中心公布的EUA审查会议记录 也曝露高端潜在问题 高端EUA审查会议记录 显示出席专家共21人 通过3人 有条件通过15人 等于几乎没人反对 但专家们也提出7点建议 包括有11人认为补第三期试验 7人认为免疫桥接实际保护力未知 对Delta跟Beta变种病毒效果有限 还有如果制程放大 应该注意品质控管 是否代表高端疫苗不太稳定 是比较高端疫苗跟AZ疫苗的抗体 它结论就是抗体是差不多的 所以通过免疫桥接 都是它AZ的保护力大概7成 那我们可以说高端的保护力就是7成 我们当然是不能这样讲 医师分析高端保护力能达到多少 还是未知数 因为免疫反应除了看抗体之外 还得观察T细胞反应数据 尤其近日Delta变种病毒肆虐全球 从会议记录专家提出的问题来看 民众担心大高端会不会等于白打 疫苗对于变种病毒的一个防御力 是会变弱 目前看起来好像都是这样子 所以才会有一些大家在发展 所谓次世代的疫苗 医师认为高端疫苗没有国际认证 恐怕是未来最棘手的问题 但要当第三季来打绝对可行 现在国内疫苗快要见底 中央急推高端上场 却争议连连 民众心中疑虑 恐怕只会多 不会少 环宇新闻宋军云正函中 台北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